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哈哈哈 这本《小人国历险记》太酷了 波铃铃 小人国居民个子虽小 可聪明又勇敢 嗯 真想有一天也能去小人国看看 波铃铃 要跟谁飞走了 等等我 哎呀 疼 疼 疼 看来是发炎了 魔王又开始捣乱了 波铃铃 快去找李时珍爷爷帮忙吧 谁 哈 嘿 波铃铃 百草先进 李时珍爷爷 我 呵呵呵 呵呵呵 á呃 炫 呃 升 嘿呦 呃 呃 呃 啊 啊 魑琳丽 呃 啊 PSAKI 啊 angles 啊 apprent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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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哼哼哼哼啊 啊 啊 oa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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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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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了解了 看来还需要一味罗汉果精华 才能对付魔王 罗汉果 罗汉果又成为神仙果 一般生长在 湿润阴凉昼夜温差大的地方 保持适量科学饮用 对润肺止咳有一定作用 伯丽丽 那怎么找到它呢 去吧 本草纲目 会指引你们找到它的 总管闲事 它们不觉得烦吗 到处了 是啊 是的 给它们点颜色看看 嗯 这个能让人变小的黑暗魔花给你 去阻止曹奔泰它们 这么迷迷的道具 谢谢大王 不过 火花长的领域 只有火力差多的环境 才能让它开放 让人变弃啊 这么麻烦的道具 大王换一个吧 还敢说 还敢说回来 这么快的 是 哈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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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原来是在烧烤 老板 来串尝尝 啊 没问题 来尝尝 波铃铃 不用了 谢谢 我们想借用罗汉果精华 没问题 但是要等我烤完肉串 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了 我想说 烤串很香 可是 太吓人了 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受不了了 为了精华 忍耐 波铃铃 他们都在一起 这倒是使用黑暗魔花的好机会 可是 要怎样才能制造和地狱 一样的环境让它开放呢 哦 火晕 这烟估计比地狱的环境还恐怖啊 这真是歪打正着的机会啊 让你们看看魔花的厉害 来 尝尝顶级美食大师的手艺 哇 看来很好吃 肉串怎么像金箍棒一样变大了 波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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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 快出来 小家伙们 现在该怎么办 放心 有我这个超级英雄了 火灵灵 白草接火 唯我左右 火灵灵 把本精灵出镜 哎呀 火灵灵 火灵灵 头好晕啊 糟糕 变小后 连药精石的威力也减弱了 火灵灵 年少 你还记得 小人国立险记那本书吗 哭 所谓 持有所短 寸有所长 变小 有变小的优势 没错 波灵灵 我有个好计划 可恶 变小了 反而不好找了 树叶在动 错觉吗 哎呦 导弹鬼 我在这儿呢 波灵灵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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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本仔 你给我下来 我在这儿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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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恶 快 趁曹本仔吸引 导弹鬼的注意力 我们把陷阱布置好 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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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哎 快告诉我们复原的方法 我不知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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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死我了 我要用黑暗魔花 把你们变得更小 哦 哦 是黑暗魔花 我知道敷衍的方法了 什么方法 巴黎明 魔花花蜜就是解药 哦耶 夺取花蜜大作战 耶 开始 给我站住 来呀 哎 哎 让你们知道 我黑暗魔花的厉害 啊 机会来了 哎 哎 啊 哎 什么情况 哎 од 哎 啊 鸟鸟鸟 快打吃到花蜜解开魔法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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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黑暗魔花是我的 还给我 别在这捣乱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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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都是我不顾别人的感受 弄了那么多烟 才害了大家 没关系 这叫吃一嵌长一智 波铃铃 时间紧迫 我们要赶紧阻止魔王 好 时间紧迫 我们开始配舞 要是铜铃铃铭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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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铭 大王 快救救我呀 没什么事了 以后不要在孩子面前抽烟 二手烟有害健康哦 是 是 我记住了 给我吃一口 你都吃了两个了 会闹肚子的 乐乐 你感冒咳嗽那么厉害 不要再吃冰淇淋了 打扰了 请问彭院长在吗 在的 在的 可好还吃冰淇淋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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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玻璃璃 有魔王的邪恶气息 是刚刚那个小女孩 玻璃璃 我们去找李世锦爷爷 玻璃璃 来跑陷阱 嗯 感冒咳嗽还吃冰的东西 我知道如何配置对付魔王的方子了 不过还缺少一味橘皮精华 橘皮精华 橘皮精华 没错 橘皮又叫陈皮 是橘子的果皮晒干了 有礼器条中化痰止咳的作用 与山楂甘草的日期 还能做成美味饮品 哇 太酷了 本草刚误会指引你们 快去找到他吧 可恶的李世锦 又想坏我好事 没门 导弹鬼 去阻止他们 不要再示范了 嘿嘿嘿嘿 大王 放心 回来来教训你 这是哪儿 你们在我的冰淇淋树上干什么 波琳琳 你好 我叫苍门仔 我是野生 我们是来找橘皮精华的 想要我橘皮仔的橘皮精华 除非我的冰淇淋树上 长出冰淇淋 为什么一定要冰淇淋 天气太热了 我想种出冰凉好吃的冰淇淋 给爸爸妈妈他们消暑 波琳琳 你真是个好孩子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如果种不出冰淇淋 可别想得到一丁点的橘皮精华 这家伙 脾气真坏 波琳琳 我们先给冰淇淋树 浇点水吧 冰淇淋都是用牛奶做的 浇水管什么用 对啊 我们试试用牛奶 看 长出叶子啦 哦 我说的没错吧 波琳琳 接下来是施肥 聪明的我认为 冰淇淋树要用的肥料 就是冰块还有各种好吃的米肝 全不对了 波琳琳 真无语 好了 去找极皮仔吧 导弹时间开始 先偷走所有的冰淇淋 然后呢 冻死了 冻死了 糟糕 好像感冒了 真的种出来了 我的冰淇淋树 波琳琳 怎么会这样 不能咳嗽 不能咳嗽 不想帮我装树就算了 为什么还搞破坏 喂 别严谋好人 是 是我 导弹鬼 他们撒谎 我竟然看到 就是他们砍的树 看 有人都看见 你们还抵赖 看不到 你误会了 已经有尸体在搞鬼 糟糕 不能被他们发现 我偷了冰淇淋 好像蛮好吃的 咳嗽还吃冰的东西 要你管 想不到吃了冰淇淋 可以有冰冻魔法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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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来帮你 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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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帮我教训那两个大骗子 不客气 这不是冰淇淋书的果实吗 怎么会在你那里 糟糕 露馅了 没错 是我偷走的冰淇淋砍倒的树 原来我误会草本宰它们了 现在知道已经晚了 可算那么厉害还吃冰的东西 先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看我的爆冰飞弹 不好 橘子仔需要帮助 这家伙还真的很强 曹门仔 比这个家伙点厉害瞧瞧 玻璃璃 卡 白炒金黄 为我所用 玻璃璃 草本精灵出京 看招 谢谢你 不客气 可恶 又是你们 看招 好样的 什么 让你们尝尝我的超级大冰球 哇 这么重的寒气 糟糕 控制不住了 糟糕 保弹会吃多了冰淇淋 可恶严重现在失控了 要想办法阻止它 不然白草世界都会被冻住的 可我们现在根本就接近不了它 有了 这是干嘛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哇塞 太酷了 这就叫四十七果 啊 玻璃璃总算解决了 对不起 之前错怪你们了 玻璃璃 没关系了 可惜冰淇淋树没有了 你们看 很快 它们又会加成冰淇淋树的 太好了 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 你能借给我们橘皮精华吗 没问题 我们马上配武 主指魔王 要识同源 健康支援 玻璃璃 天元合一 不好 气死我了 没事了 以后要注意控制空调的温度和时间 孩子年龄小 能不开就不开 避免让孩子着凉感 是 我记住了 小朋友 咳嗽的时候 不要吃冰的东西哦 嗯 我知道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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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icación